這樣的250萬年的事 造成非常多的斷層 這麼多的斷層袋 你們都知道 斷層的話就危險 就不能記住 那鬼打架 那你如果要找 沒有斷層的地方 那中央山脈最安全 不是嗎 那你知道答案嗎 因為這裡有設特戰 這裡沒有 所以不知道斷層在哪裡 你現在知道斷層的 下一次是不是一定會再斷 你現在是安全 沒斷層的地方 哪一天淚開來 怎麼樣 那東西要幹什麼 事實上 你活在台灣 就沒有資格講那些 哪一個地方是最安全的地方 最安全的地方 只有在這裡 你從斷層 我們已經告訴你過的那個 斷層類過的像 這一次的921 這一些一層 200萬人怎麼樣 50萬年前 一百多萬年前 到現在 一個一個不同的斷層 然後一層一層堆積 看來 不只是山林字 幾層字 都有 那雙東小鳥斷層 東車輪浦斷層 彰化斷層 往後還會有新的 只要淚開來 那找一個地名 就可以命名新的 因為不斷地在道山運動 我們地體本來就是這樣 這個都告訴你 上次前台灣有歷史以來的 紀錄的地震的二度空間 天昏布圖三度空邊 也告訴各位 921給我們最明顯的 這樣子的一個實力 然後這個是 直接到東施 這也是台高來的斷層 那台灣造成 對不起啊 這個圖片弄反了 我怎麼拿到這一張 這那是 那麼形成到今天的 意義蒼蒼的森林 各位 你要一個觀念就好 台灣就是經過 每隔五十年一次大地震 每隔幾年就一定大颱風 甚至一年五六個颱風都有 好 你想一下 一棵阿里山神木如果是三千年 代表什麼意思 三千年來 它從小苗長到那麼大 經過了至少六十次的九二一大地震 至少兩千到三千次的赫薄颱風 它在該地 安然無涯 著葬成為 那大口 你別忘記了 台灣從來是那麼激烈 戰動之下 才發展出 意義蒼蒼 火莫沙 以前有所謂土石流 當然有問題是 土石流發生以後 隔沒多久 整個又恢復 而現在呢 當我看到教義部的教科書裡面 講土石流氏 九二一地震造成 我真的要破壞了 你要把所有的罪魁後首 全部都除罪化了 你知道嗎 台灣現在這種教義這種良知 我真的不知道 現在死去哪裡了 台灣形成250萬 所謂的意義蒼蒼的這個森林 它有它天然的調解地方 甚至於產生哪一種植物 適應怎麼樣彌補這個 我們的植物 真的是台灣的土地公 真的是底部 真的是泥蛙捕天捕地 我自己在結合地震後災變 去調查的時候 那我面對整個大地的無常 然後隨時在生命交官裡面 去體悟出來 哎呀真的是 又有一次嗎 因為不曉得哪一次災變之後 我到新中行 白鹿村 不是新中行 中行 白鹿村 要去古關那個白鹿村 那個去調查一個 那個土石流掉下來的地方 很怕的 因為我要看土石怎麼形成 它雷雞 那形成的那瞬間過程 是怎麼走的 所以我就去白鹿搖去到那 很怕的 那個地方 因為土石流掉下來 然後下過雨 然後又太陽照已經乾了 表面上他已經好像是穩住了 其實那種地方只要一鬆動 就整個又下來了 我爬爬爬到一定的時候 要下來的時候發現我下不來 那是呀 滾滾滾 要到頂多宅 我要踏下去 不知道哪裡有左立點 然後在那個很恐怖的時候 我看一下看他很大 那個掉下去頂多只有五公尺 不會死 問題是你一旦掉下去 很可能牽動石頭整個滾滾下來 當場我就變成土地公 都不用蒙白 都不用立廟 也不用立廟 當場就馬上就成吉祖 但是當下我就想說 哇那是呀 爬爬不去 爬爬不去 怎麼走到這樣 把自己陷入這樣的圍地 當場我就真的告訴土地 我陳某人一生 在這一片土地上 這樣子的作為 如果我該命尚於此 我認啊 我就給他踏下去 爬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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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的 這個時候 恰好看到一棵大樹 大葉藍 這一棵大葉藍在這裡 然後呢 石頭撞擊 石頭撞擊 撞擊 撞擊 然後我就順著這手下來 看到這棵樹 我去調查是栽變後七天 我看到這棵樹 這裡長新的根 這裡長新的葉 突然之間啊 我通了 你知道嗎 你們在山坡地 在山坡地蓋房子 要裝地毛 鐵鏈拉著 但是呢 如果地震以後呢 這個鐵鏈就跟那個泥土就鬆開 然後下雨以後 水分就順著這個地方 一直洞就越流越大 啊所以呢 你這個房子 這個地毛的作用越來越鬆越來 後來就完全沒有用 但是 樹木不同 這一地震有個新空隙 它馬上產生新根去填補 你知道嗎 你像我爛爛了 那個筋的那個作用 很多一個 今天 你把這個樹幹掉 這個災難什麼時候發生 在臺灣在臺灣的經驗 四十到五十年後 臺灣什麼時候開始大整個土石恒流 1990-1989開始 1989-1990-1950-1940年 接著一九四零年以來 所有的開發過程 造成今天的土石恒流 但是這裡在 你要找誰要 原來臺灣的筷子手 專門在催殘森林的 現在搖身一輩叫做保育專家 當年我們開打的時候 多少人怎麼樣打壓 怎麼樣罵我們 那些人現在竟然都是保育專家 天地合眼 沒關係 那都沒關係 死後 會有算贈的 講這首話也是弱勢者 我告訴你 我根本不在乎 不怕負 重點在哪裡 重點在你自己是不是站得住腳 貝德起良心 以直氣和 精益求精 知道更深切的道理 本身就是守著享受 至於你的敵人什麼時候 我從來沒有敵人 我只是講廢的事 做廢的事 這樣衝過去 我才不在乎你怎麼看我什麼 如果幾十年像這種個性這樣衝撞 如果我講錯 早就死無葬身之地了 不可能嘛 人家整個利益情代 勾結 整個相關 吹過你的什麼空啊香啊 有就要把你撿到死了 但是所有這些說真的 那個就是很狹隘的觀念 基本上不是說 孟子所講的 自反而不說 雖千萬人無妄以 No 不是這樣 自反而不說 宜蘭自得 自己在講我怎樣 那你家的事 除萬情波濤 海之為海 暗之為暗 不好意思 這個椅子很難 打下去睡了 可以睡一下比較好 那我還講的這個重點把它講完 你都知道這個植物原來真的是你 我很興趣 我沒有去山下茶茶要聰明 怎麼會知道這個過程 同時呢 我更發現到一個基本的這個道理 台灣的所謂的安息講 這真的是自我在享受 了解到這個山底的道理而已 沒有要說服你們什麼 也不是要你們 你要知道台灣的山很奇怪 原來啦 單獨的山 所有的各種 各種山 如果沒有森林 沒有植物 只有這些土石 那只有這些土石的情況 會怎樣呢 它會天上下雨對不對 運動 造山運動 然後掉下來 它會依據它是什麼質地 沙岩原石的土壤的含量 水量的含量等等 來決定最後有一個穩定的角度 叫做安息角 這從日本時代 開始研究 他們發現不管什麼材質 大概會最後的穩定的角度 在20度到40度之間 20度到40度 也就是說 是沙也好是土也好 造山運動起來 下大雨等等掉下來 最後最安定的角度 比較不會大變動的角度 是20到40度 還是這樣 那現在呢 台灣 經過四次冰河時 引進森林 台灣的山 跟森林 一起花藝 最後變成你農我農 缺一不可 台灣啊 現在引進了這個森林植物以後呢 引進森林植物之後呢 台灣的山不再是只有山 樹木不再是只有林 在這個森林呢 形成森林之後 那個樹木開始發揮水土保值的功能 慢慢的不斷的累積 這些石頭的累積 漸漸累積 然後呢 台灣的山 從20度到40度的天然的安息條 漸漸開始 因為一直 他一直給人家 水土保值的固定嘛 對不對 結果就越變越走俏 這都沒有水啊 他有沒有底 這也沒有水啊 他呢 這個角度呢 前程森林之後呢 越來越走俏 台灣的山 森林越來越穩定 坡度越來越走俏 台灣的山 越大的越來越穩定 卻潛存下越大的不安定 老子收的 無稀 獲之所以 還要麻煩 台灣這個過程呢 慢慢的啦 形成原始天然林的過程 原來如果通通沒有植物 他有一個穩定的安息條 因為引進了植物 所以開始固定 結果呢 哇 如來如安定 卻潛存下更大的不安定 過去 國民黨幹掉百分之六七十的原始森林 現在這個角度 必須要回到原來的安息條 因此上面的這些土石就必須流光 土石流的來源在這裡 然後我一擠一個水庫 一年排掉多少是計算 台灣要沒有土石流 大約需要三百 所以 恭喜各位 以後 大家要祝賀的話 公祝你 亂事如意 不是萬事如意 而是亂事如意 注定的這些災難 至少三百 跑不掉 跑不掉 因為 他已經啊 你把他天然林幹掉了 到現在 你們發現沒有 台灣在談土石流 你往上去查 把責任推給九二一地震 沒有人在談這些 到底為什麼會形成土石流的原因 甚至於現在的教育部 把土石流當作 台灣本來就是從來 從頭到尾都在土石流 你們去檢驗看看 看來到底 現在沒有人 然後鼓勵大家種什麼 造林 台灣造林如果有用 台灣造林面積 政府造林的面積 長江大於台灣的面積的幾十倍 幾十年前的省議會的執行 省議員問林務局長 請問局長啊 我們那些種在太平洋的樹 什麼時候可以說成啊 你知道嗎 照林面積 中國時報不是有一段時間嗎 兩千萬棵樹就台灣水林嗎 我請問你那兩千萬棵樹現在如何啊 啊 跑去哪裡啦 然後人家砍樹我們去抗爭 我要求保護天然靈 進化天然靈 不要去砍啦 人家要動樹我又罵人家 這是什麼道理 基本道理是這樣 你的皮膚受傷啦 肺喉燙傷啦 醫生要怎麼做 面積太大了 只好從你屁股割一塊皮來接對不對 啊 這個皮太差了 隨便你燙就燙成這個樣子 我給你換 以前的皮膚犀皮 惡衣皮 好嗎 換來到這個頂骨骨啊 連美鏡都不會滋生啊 換來到這裡 你自己開始爛 你知道嗎 你還不合啊 人家呢 如果你不理他的時候 他會按照天然的時候 會有天然的 discation sorry 但是你偏偏要給他重上 根本對他不符合 他必須要等到這裡自己死掉 爛掉 虧爛掉 他的生肌骨肉才會自己生長 把陽明山國家公文的野生動物全部殺光 把你家裡的雞鴨魚狗貓羊 放上去放生 你同意嗎 既然不同意 台灣演化250萬年才形成的各種生態 在各種森林林行 你把它看作無用的雜木 改 錯掉 然後要種上整齊花衣 你喜歡的樹種 種森林花 本土樹種 種西蘭感蘭 種什麼花歌 最恐怖的 種上那些什麼 中國的那個 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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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在做一點事啊 唉唷 那個比沒有做事更加淒慘了 一個人如果那種寫到了一大堆錯誤的東西 你知道要把那些打掉就要化掉一輩子的這個時空了 所以你們這些交小朋友的很重要 以前啊 不曉得哪一個單位找我要寫國小的教科書還是什麼 我不敢寫啊 現在想想實在臭了 應該抓過來寫 但是現在已經沒有人要找我 哈哈哈